這個裡面就是要打火 因為我們這裡是濕的 然後裡面要有蓬蓬 經營自住洗衣店將近七年 慈濟志工王清文 每天早上都會和妻子蔡明昂 一起到店裡整理環境 並回收機器裡的零錢 最近這些收入有了更棒的去處 看到那個惡物戰爭 現在感覺很不捨 然後想說我們生活在台灣 我們這麼有富有 反正如果需要 我就報失存就對了 王清文過去因為做生意 曾經沉迷於排桌 後來在妻子的堅持下 踏進慈濟 我們做生意的時候 他一種的嗜好 就是要打毛球 你是沒看人 晚上也沒回來 我就很興趣 有一天在電視看到慈濟人 看他們生意都在幫忙 你去幫他穿那個衣服 叫做藍天白雲 就這樣幾年之後有改變 夫妻倆的一對兒女 現在都已成年也有工作 因此洗衣店的收入 除了負擔他們的生活開銷 其餘的幾乎都用來做善事 我們開了這一家洗衣店 做我們的貨盾就有收入 所以說師姐很有愛心 那比如說煎疫苗 煎榮檔 還有烏克蘭 這些費用能夠做到的 我們就會去付出 捐出善款後的夫妻倆 生活更清安自在 他們也期盼藉由自己的拋磚引玉 讓更多親朋好友 也能相應這樣的善行 大約新聞之善美之工 李美如 陳怡玲 張清禾 桃園報導